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一每日分享 又到了每周跟大家聊澳洲移民签证的时间 今天想谈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多人会忽略的移民签证要求 那就是体检 体检往往是签证签发前最后要审核的内容 但如果你体检不达标,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今天的视频我会讲到三个主题 第一,是什么样的人需要满足澳大利亚签证的体检要求 第二,是澳大利亚签证的体检都审核哪一方面的内容 第三点是最重要也最多人关心的 就是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无法通过澳洲签证的体检要求 这对你的签证申请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一点,谁需要体检 基本的原则是所有想要移民澳洲的签证申请人都需要体检 如果你是要申请临时签证来澳洲读书、工作或者是探亲 那就要视乎你这个签证的时间长度 一般是超过一年的签证比较需要体检 还要看你从事的工种 如果你是从事医疗和照顾老人残疾人相关的这些护理类职业 就会有体检的要求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你来自一个疫病高发的国家 像非洲的一些国家 你可能就要有额外的体检 去满足签证的要求 或者你的年龄比较大 是老年人 那可能也需要体检 保证你的健康允许你来澳洲 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 很多人也能够理解 但澳洲的体检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如果你是要移民澳洲 那么除了你本人要通过体检 你所有的家庭成员也要通过体检 即使他们不跟你一起移民 这个要求是需要所有人满足的 只要你有一个家庭成员 没有满足体检要求 就会因为澳洲移民法中 One Fails All Fails这个体检的原则 让所有家庭成员都无法移民澳洲 澳洲移民法中对家庭成员的定义 一般是指配偶和直系的未成年子女 子女的定义会包括非亲生的子女 比如说是领养的子女 或者是你在照顾 在适时抚养的亲戚的小孩 但不会包括你的父母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 这里很多人可能会很纳闷 为什么移民法需要你每个家庭成员 即使不跟你移民 都要通过体检的要求呢 作为前签证官 我就在这里解答一下 大家这个很常有的疑问 其实原因也是非常简单 因为如果你自己移民了 你的小孩 你的配偶 都是可以在你移民后 再回来担保他们移民的 为了防止你一个人移民之后 要把你的小孩或配偶带去澳洲 中间因为体检的问题 让你们无法在澳洲团聚 造成一些所谓的人伦的惨剧 澳洲政府在订立移民法的时候 就决定要一开始就掌握 你所有家庭成员的情况 如果你的家庭成员无法通过体检 那么你也无法来澳洲 这样就等于从根源上解决了 这个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困境 理解了这一条澳洲移民法的要求 我相信你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从一开始 你就要考虑 不单止你自己有没有办法通过 移民局的这个体检 还要考虑你的配偶和你的小孩 有没有办法通过体检 第二部分我想讲的 就是澳大利亚的移民体检 到底检查些什么内容 其实一般情况 移民体检和你平时在学校 在工作单位 在社区做的体检没什么不同 就是抽个血 量个血压 量量身高 量量视力 量量这个心跳 量量脉搏 看看耳鼻喉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些体检的步骤 超过15岁的签证申请人 在出血的部分会检查 你有没有携带艾滋病菌 这些都是些走过场的步骤 最重点的是在体检过程中 这个医生会问你有些什么病史 有没有些什么健康的状况 一般你要提供你的病例 或者要如实地回答你的健康情况 那么重点来了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会无法通过澳洲的移民体检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要先理解澳洲的移民体检 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相关信息在澳洲移民局的网站 说得非常清楚 移民签证体检的首要目的 是保护澳大利亚的公众 免于受到传染病 和其他公共安全卫生隐患的影响 其次是保证签证申请人来到澳洲后 他的健康情况不会造成 对澳洲的公共服务和财政太大的负担 最后是保障新移民或是签证持有人 不会占用澳大利亚紧缺的医疗资源 说到传染病 澳洲的移民局也列出了几个常见的传染病 比如肺结核 艾滋病 肝炎 还有一些小孩中常见的麻疹 小儿麻痹 黄胆 大部分这些传染病 现在都可以通过药物控制 所以澳洲政府也不是特别担心 只要你有打相关的疫苗 或者是你的肺结核是已经治愈的 你的艾滋病或者是肝炎 不是具有非常高的传染力的 都不会被认定对澳洲的公众健康造成太大的威胁 除非你在移民体检的时候 得了肺结核还没有痊愈 这种情况你先要治疗痊愈 才有可能通过澳洲的移民体检 其他的传染病都可以通过打疫苗 或者是遵照医嘱 吃药控制好你的病毒载量 来通过移民局对于传染病这方面的要求 第二个要求就是你的疾病或者你的健康状况 不要对澳洲的医疗系统和福利系统造成太大的负担 这个要求在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会有不同的解读了 基本的原则就是你的这个病 你的这个健康状况需要花多少的钱来治疗 来照顾你 而你这个病又好不好得了 是不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还是一个短期的问题 举个极端的例子 如果你有一个家庭成员非常不幸 因为意外成为了植物人 要一生都躺在医院需要用仪器来维持生命 那么他就是绝对没有办法通过澳洲的移民 体检这一个不对澳洲财政和医疗系统造成负担的这个要求 之前有个网友叫老熊老熊 在我的另一个视频下留言问我 他的母亲想要申请父母移民 但是有听力方面的神经性耳聋 有没有办法通过体检的要求 这就要取决于这位母亲 他的神经性耳聋需要花费多少的医疗资源来照顾他 如果他自己佩戴了一个助听器 平时就能听到声音和语言对话 生活也能自理 那么应该是不会造成对澳洲医疗太大的负担 如果他这个耳聋是需要一直吃药或者是打针 或者是需要高额的费用去做一个人工的耳锅之类的这些器具 来保持他的生活自理能力 那这就有可能会需要澳洲的医学专家做进一步的审核 才能够决定他会不会对澳洲的医疗系统和福利系统造成负担 我之前碰到过一个母亲想要申请自己失智的女儿来澳洲团聚的案例 他的这种情况就被判定为会对澳洲的福利系统和医疗系统造成巨大的负担 最终因为没有通过体检就没有批准他的签证申请 所以我对想要申请母亲来澳洲的老熊老熊这位网友的建议是 先去咨询一下你母亲正在看的医生 让他们去估算一下他的治疗费用到底是在一个什么范围 如果换算成澳币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 那一般就不会影响他的移民体检和签证申请 计算这个费用的时间段是普通移民签证5年超过75岁的申请人3年 换算成澳币总的支出在10万澳币以下 我觉得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 超过10万澳币就可能需要移民局的医学专家再进一步的审核 这个费用会不会过高了 最后一项澳洲的移民体检药达到的目的就是防止新移民 占用澳洲的紧缺医疗资源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的这个家庭成员需要做一些大的手术 或他有一些罕见的疾病 需要特殊的医疗专家或是治疗手段 同时澳洲治疗这种疾病的医疗专家比较少 又有很多澳洲人还在排队等待医治 那这种情况就可能因为没有办法 满足这个第三项的要求而通过不了移民的体检 这一种类型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 我自己在做移民官的期间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的移民体检或你的家庭成员移民体检不通过 会有什么后果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移民体检不通过 那么不管你的条件再好 基本上移民澳洲对你来说就是没有可能的了 因为移民体检最终的决定不是由移民局的签证官所做出来的 而是由移民局所聘请的医学专家做最终的定夺 如果你的体检不通过的决定是由你国家的当地医生 比如说你在中国 你在中国做体检的时候 当地的医生说你的条件不通过 那这种决定可能还有转弯的余地 还可以重新拿到澳洲移民局的医学专家那里去再审核一遍 最后是有可能会改变最终的这个判定的 但如果这个决定是由澳洲的医学专家所做的最终决定 说你通不过这个体检的要求 那么能改变这个决定的就只有澳洲移民局的这一帮医学专家 包括签证官和移民部长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决定 他们要更改决定只有可能是在两个情况下 他们可以给你考虑一个health waiver 就是健康要求的扩免 这两个情况就是 第一你能够证明你的家人或你本身 不会对澳洲的医疗系统或福利系统造成太大的负担 比如说你是一个亿万富翁 你完全是自己有能力支付家庭成员或自己的所有医疗开支 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考虑去免除你的这个体检方面的要求 第二种就是你有一些特殊的个人情况 比如说你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在你本身的国家 没有人照顾你的父母人在澳洲 因为特殊原因也无法回国照顾你 那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人道的考虑 也有可能免除这个体检的要求给你一个健康的豁免 在实际情况中健康豁免是非常非常难拿到的 虽然每一个体检通不过的申请人或家人都会自动进入健康豁免的申请程序 你也可以提供你的理由和你的更多的证据去要求健康豁免 但是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就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而且最终这个健康检查的结果是无法在移民上述厅去上诉的 所以一旦通不过移民体检 你就需要为你的移民澳洲的计划画上句号了 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澳大利亚所有的移民签证都需要通过一个体检的要求 这个要求主要看三方面 你有没有传染病 你会不会对澳洲的医疗和福利系统造成大的负担 最后就是你会不会占用了澳大利亚的稀缺医疗资源 一般人都是能通过这一个体检要求的 但如果你或者你的家庭成员任何一个人无法通过 那么你全家都会没有办法移民澳洲 所以体检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签证申请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建议大家如果想移民澳洲的话 可以在早期就考虑一下你和你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有没有办法通过澳大利亚的这个体检要求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我分享的关于澳大利亚移民签证体检要求的信息 能帮助你更好的计划你的签证申请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帮助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